许比许比 二位许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气八面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佳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转眼啊 下周就要迎来国庆节了 中国旅游研究院就发布了预测说 今年啊 国庆黄金周全国近一半的人将会选择外出旅游 花钱消费将创新高 其中呢 故宫 西湖 上海迪士尼 三亚 九寨沟 丽江等热门景区是人气爆棚 特别是以杭州 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 游客量将创新高 火车和汽车出游的人群呢 同比增幅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说啊 大家不想走得太远 怕人多也没有关系 因为啊 我们极限风会在下周推出就近出行的旅游路线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那么接下来呢 今天的节目马上开始 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娱乐快逊 加油儿女演员12年后重剧 满满的都是回忆 昨晚加油儿女中的爸爸高雅琳 妈妈宋丹丹 以及三个儿女小雪洋子 流星张一山 小雨 游浩然纷纷在微博筛出了一家人聚会的照片 不仅搞怪扮鬼脸 更是轮番线问宋丹丹 十分的温馨甜蜜 加油儿女一家无口重剧 导演林从也出席 张一山更在微博感慨 12年从没离开过 酒量长了 她们老了 宋丹丹也在微博写道 宝贝们 你们都长大了 丹丹妈妈老了 网友纷纷留言道 幸福的一家人陪伴着我们一起长大 看到你们有种童年得到满足的感觉 昨日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获提名者表彰仪式在河北唐山举行 当天举行的提名表彰仪式 可谓是第二天颁奖礼的提前预热 各类奖项的提名者 都将获发大会给予的提名表彰书 Angela Baby 冯绍峰 张毅 许晴 李雪剑等人现身 姚诚更是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出席 可见相当的重视 凭借电影老炮提名最佳男配节的李一峰 也出席了当天的提名表彰典礼 从小我爸就来说四个字 重在参与 我觉得能够提名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当然了 既然能拿奖了 那当然就是更好的事情了 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将在今晚举行 各类奖项最终花落谁家 敬请期待 报陆川公司投拍白银杀人案 工作室正式消息 轰动全国的白银连环杀人案 已经不案 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各媒体持续对该案进行了深度报道 日前公安部金顿影视 宣布与北京环球异动影业签约 共同开发设置此部电影 而环球异动影业背后的股东 正是陆川导演 公安部金顿影视 此次只是披露了 将携手陆川导演的电影公司 将白银案改编电影这一消息 至于将从何种角度切入案件 核心主创和主演是谁 等关键信息均未发布 陆川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核实了该消息的真实性 但是对于项目的其他信息 回答说刚刚进入研发阶段 现阶段没有可以分享的消息 可见该项目真正面试 还有漫长历程 咸红编辑真理报道 其实呢 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有很多艺术化的还原真实情况 目的向民众了解 事件反映的现实问题 人性善恶 更是警示并且唤起关爱 减少不幸事件的发生 毕竟啊 艺术来源于生活 更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的 好的 我们的娱乐新闻呢 暂告一个段落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夜夜销魂 夜销的品种是很多 但是在长沙 大多数的口味是比较重的 如果说肠胃不好的朋友的话 就应该少吃一点 不过今天呢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推荐的比较清淡 是港式典型 说到香港 你第一个会想的 第一个程度是购物呀 什么的 说平啊 中环节 港区吧 狼桂坊啊 腾河湾啊 围多利亚广场啊 说到香港 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购物 然而提到有关香港的技艺 即使没去过香港 也各有不同 是90年代的香港电影 是TVB的电视剧 意识似打天王等等 而其中人们更感兴趣 更具特色的 恐怕就是茶餐厅了 点上一杯招牌的 港式丝袜奶茶 配上菠萝油 就代表着香港的经典美味 现代人们生活工作 协奏忙碌 悠闲家午茶也许是种失望 然而懂得享受的 新城人们总有办法 夜幕降临 约上爱人或者闺蜜好友 来杯奶茶 同样能够退去一天的疲劳 好好享受这个夜晚下午茶 当来到这样复古 老香港装潢的茶餐厅 实在是一种享受 仿佛不用跑去香港 也能置身于旺角 大概一个星期会来一两次吧 您比较喜欢吃他们家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这里的菠萝油很好吃 因为这里的菠萝油好吃啊 我觉得这个斯瓦奶茶 和那个菠萝油还可以 简单的一杯斯瓦奶茶 是许多人流连忘返的原因 调制斯瓦奶茶的红茶是线条线煮的 老板陈峰正在用心地反复倒出浓浓的茶汤 这样的动作需要来回16次 这里就是港式奶茶中最重要的环节 拉茶 只有这样不断地拉 它可以使茶味均匀细致 让茶叶的香味完全释放到热水里 成为一壶色香味都达表了茶底 然后再按照比例调配淡奶 当白色的牛奶渐渐变色 光是看也是一种享受 刚出炉的冰火菠萝油 当新鲜烘烤的菠萝包 浴上冷藏着的黄油 冷热香蕉在嘴里产生了 无与伦比的化学反应 入口时既可以食到固体牛油的柔软 又可以感受到化为液体牛油的香醇 再加上菠萝包的松软香甜 和咸咸的黄油在一起 让人欲罢不能 而店里每天手工作的菠萝包 更是顾客们所嘖嘖称奇的 当然除了这些店里 还有很多经典的港式美食 等待着你去慢慢发现 来长沙之前我一直都在国外 在意大利 也是开中产品的 差不多三年嘛 更多的可能就是想念家乡嘛 为什么想到要回国来啊 就因为碰到女朋友 来自福建的老板陈峰 说起自己的开店故事满脸幸福 2014年圣诞节 在国外的她和在长沙的女友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微博上相识相恋 一年后陈峰回国 不久便来到长沙创业开店 如今小店已经开了快一年时间 努力经营踏实前行 剩两人的共同目标 这个就算是一个缘分嘛 所以说也让我才 本来是长沙是一个很陌生的城市 就是因为它才变得很熟悉 长沙有美食 有娱乐 有生活 更有爱情 有信仰 有目标 这座处处充满希望和爱的城市 出乎意料的美好 前方记者长沙采访报告 是啊 都说我们长沙是娱乐之都 这吃相宴呢 就是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尤其是赶在周末的时候 约上几个好朋友 在湘江边呢 聊聊天 吃的是酸甜苦辣 品的可是人情世故 而且啊 这吃只是一种相聚的方式 重点是在聚会见面 让彼此之间的感情升温 不过在这呢 孟佳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 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 进食之后呢 要等两到三个小时再睡眠 有助于身体的消化和健康 刚刚呢 说到的是 以吃会有的宵夜生活 接下来呢 再带各位来关注一下 长沙周末的文化生活 长沙国际新锐话剧节 六月到九月间 共计十一家国内外知名剧社 二十五场话剧轮番登场 那么昨天晚上呢 由本土著名作家 福士先生小说改编的 本土话剧《青瓷》 作为话剧季的压轴举目 是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时隔四年 话剧《青瓷》又回归 长沙观众的视线了 因为近两年来 青瓷都在外地演出多 这一次能够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也是作为今年 长沙国剧新锐话剧记的 手冠制作献给大家 据了解今年新锐话剧季之所以选择话剧轻词 是根据福士先生同名乘销小说 改编程的作品 从2007年被湖南省演艺集团 话剧院接下后 九年演出里 收获了不少忠实的粉丝 青年新人话剧季再推此剧 旨在把话剧青瓷打造成 湖南的话剧名片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欣赏他 我听别人说啊 这越是在家里头 对你老婆好的男人 在外面有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也听别人说 这婚姻啊爱情啊 就像青瓷器一样 你不能为了正视 她的结实程度 总是去敲敲打打 等你正视了她的结实程度 这婚姻的爱情呢 也就破碎了 一部40万次的小说 浓缩成两个小时的话剧 神演艺剧团话剧院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更是想方设法的 完善了很多问题 怎么吸引观众买票来欣赏 是剧组当时面临的考验 我们就节省了她当中的 主要的几条这个线索 一条呢就是这个 男女的这个情感线索 还有一场呢就是 她这个张仲平和她的下属 也就是商人和商人之间的 一种这个竞争 在这个小剧场当中呢 这个演员还有这个观众 她的距离很近 所以呢就更加能够产生 一种剧场的一种共鸣 之后剧组在话剧青词上 进行了四个版本的排练 有大剧场版 小剧场版 而小剧场版里 又分了情爱版 繁腐版等等 当晚的演出 就是小剧场中的情爱片 两个小时演出下来 场内的观众 没有一个离席 看得是津津有味 纷纷鼓掌 对演员表示敬佩 我觉得地气 就是我们的这种生活 也很有启发 那个台词的功底非常好 然后那个感情的代入 也很感动人 让人心里就觉得 为湖南骄傲 然后也对我们话剧师 也觉得非常的一种满足 听着大家如此认可这部话剧 剧组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当晚原著小说作家 福石也是来到现场观看 探机多年来 自己的小说 被翻拍成电视剧 话剧 但剧情还原度最高的 就是话剧版的新词 接下来还将有想法 拍成电影 你怎么样找到 把一个过去十年前的 一部小说 让它变得有现实感 让一些除了一些像我们 跟我们一起成长的老观众以外 还能像一些这个 可能是一代人 新的一代人也感兴趣 这个是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内容是王道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无论你是从事话剧 还是电影 电视 剧本质量高 才是至深的关键 据悉今年第二届 长沙国际新锐话剧集 相比上一届票房 增长了60% 这也预示着 看话剧的人士越来越多 长沙话剧市场 沉线向上发展的趋势 咸风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今天晚上的话剧青词 依然是在湖南大剧院 演出第二场 如果说你家住在附近 现在赶过去还是来得及的 因为开演时间 是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我们都说到 长沙的文娱生活 是一文一武 大雅大俗 这就吸引了很多的 演出团体 明星艺人歌手乐队 来长沙办演出 那昨天晚上 一支小众的乐队 航盖乐队 就来新城巡演 这是一支 用蒙古语演唱的乐队 可以说整场演出 湖南观众是一句没有听懂 但是我们的先锋记者 在现场短短的演出之后 就对乐队路转粉了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就在昨晚的湖南大剧院 杭盖乐队谐新专辑花斑马 开启了他们全国巡演的长沙战 现场震撼力十足 分分钟带领大家 进入深情激荡的火热氛围 杭盖乐队成立于2004年 由七位年轻的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的蒙古族乐队 是当今国际音乐舞台上最富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 从去年中国好歌曲舞台上夺冠 到谭维维在歌手舞台上演唱乌兰巴托的夜 再到群龙爵的配乐 如果你听过他们的作品 一定会震撼到 虽然整场演出全部都是盟语演唱 观众听不懂歌词 但也丝毫不影响音乐传递给观众的情感 演唱会上除了新歌 杭盖还为观众带来了之前的经典作品 包括电影《寻龙爵》中的插曲 九歌《海然海然》等 最后一首《红艳》更是引来了 全场粉丝热情唱调回应 更有特地前来观看演出的蒙古族朋友 上台光脚跳起了蒙古舞 现场你看今天人可能不多 但是凡是来到现场的人都非常喜欢 很受鼓舞 我从第一首歌完了以后 就光脚被安保小姐追到处跑 然后九歌的时候 胡日查说大家一起站起来 然后我吼了就好 然后所有人就起来了 就不应该坐着看涵盖了 涵盖不应该坐着看演出 蒙古音乐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尤其是和摇滚结合在一起 就更加让人寒暢淋漓 请问记者了解到 这次长沙战是他们整个群演的第三站 接下来他们还会去到重庆 昆明 深圳 以多个城市进行巡演 还没听高谷歌迷朋友赶紧行动吗 刚看了一些片段呢 孟扎觉得他们这些歌曲的韵律感是很强的 听完之后呢 觉得瞬间已经到了蒙古一样 但是可能一条新闻的时间很短暂 大家还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他们的新专辑花斑嘛 来听一下 确实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那既然说到了味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说有味道的长沙文语动态 今天下午 首届CGL中国电子游戏超级联赛 及一五成名湖南赛区总决赛 在长沙万达决行 吸引了来自江西湖南等地的参赛选手 做了一个专业性的比赛 虽然没有特定的门槛要求 但选手们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 此次的比赛以跳舞机为载帖 选手们在完成指定动作的同时 融入自己的创意和编排 开启了一场舞蹈和电子游戏结合的比赛 近年来 电子游戏作为一项竞技项目 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可 跳舞机更是将运动和电竞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参赛选手告诉记者 能将舞蹈和电竞融合在一起 他们也很开心 主要是可以锻炼身体 然后和电子屏幕结合在一起 比起那个到健身房 对着一些死板的那些机械来说的话 我更喜欢电子竞技 此次比赛的冠军Joke组合得到了现金奖励的同时 也将得到CJ要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既能发挥自己的才干 还能为电竞贡献一份力量 要继续加油了 神明在于健康 健康在于运动 健康使于足下 今天上午 碧桂园威尼斯幼儿园在松亚湖公园 举行了一场健康异形远租活动 全员有600名小朋友和家长都参与到了这次活动中来 清晨的校园 田径厂商 各个精神饱满的小朋友和家长举着小旗子 参与秋季异形活动的开幕式 这假使 看来小朋友和家长们早已经是叙事待发了 据了解 本次秋季异形活动全长12公里 以松亚湖北入口处为歧视点 往东方向沿松亚湖顺时针开始异形 沿途每公里都设置了一个盖印章处 成功积满12个印章的小朋友 就可以获得奖状和小金牌 虽然今天有32度的高温 太阳也丝毫不温柔 但是依然有许多家长和小朋友都坚持走完了全程 走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腿很麻 腿很麻 那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呀 学到了要坚持 那你今天走完了全程吗 我走完了 跟谁走的呀 妈妈 你觉得这个活动好玩吗 好玩 但是我腿都快要大了 对于走完全程的小朋友而言 他们收获了金牌 但是对于家长而言 此次活动是一次能够陪伴孩子成长 锻炼孩子坚毅品质的宝贵机会 很有意义啊 这样子的话可以锻炼他的毅力坚持力 都比较好 我觉得对于小孩的未来的困难的挑战和未来的一个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那你平时陪孩子的时间多吗 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确实挺忙的 有的时候经常也要出差 所以不是特别多的时间在孩子身边 那这次要员的活动也给我们增加了一些相处的机会 本次主办秋季一行活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举办这次活动是希望能够锻炼孩子坚持坚毅 不怕苦不怕累的品质 也希望小朋友能够保持爱运动的好习惯 看着孩子们运动过后收获满满的快乐 咸丰记者也提醒电视机前的你 在周末时光放下工作 陪伴孩子一起玩正一次户外运动 相信这一刻的放松和互动都能给你留下不一样的回忆 咸丰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由名声一城冠名的中国首当女主播商战真人秀 一城之战周日晚上9点40是在娱乐频道播出 节目播出以来收到了各界的好评和观众的喜欢 目前赛程已经过半了 侯文 段宏 燕伟 李宇琦 四位女主播本周即将打响的是三强争夺赛 他们将分为两组展开健身培训的激烈教练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精彩内容先读为快 由名声一城冠名播出的中国首当女主播 商战真人秀 一城之战目前正在火热播出 本周一城之战将继续展开三强争夺赛 四位女主播大半健身培训班 快乐狗销售女王段宏拿出了杀手锏 为了俘获20位大妈的心 不仅是请来了肌肉型男 贴身试教 还依靠一口零压力尺 成功地为大妈们争取到了免费福利 虽然这一期女主播们大半健身培训 但两队似乎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段宏队靠的是青春洋溢的私教 让大妈们感受到了年轻的朝气 而李宇齐队走的却是另一条温情路线 这边公公打太极拉票 那边婆婆早已备好了 香天可口的银耳莲子羹 还真是要抓住大妈们的心 就要先抓住大妈们的胃呀 为了俘获20位大妈们的心 四位女主播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到底是肌肉型男 更能讨得大妈们的欢心 还是一碗碗温暖的银耳莲子羹 更能抓住大妈们的胃呢 我准备要离开 所以我把要走的话 已经提前写好在手上 不是 让我看一眼 所以我当时就打了个电话 但是我忍住没有哭着跟他们说话 但我内心特别感动 那到底哪一队能脱颖而出呢 进行收看本周日晚9点40 一城之战三抢争夺战 咸丰编辑整理报道 明天晚上9点40 在娱乐频道将会准时播出 如果大家不在湖南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通过芒果TV搜索一城之战 来观看高清的节目视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舒比舒比 阿威舒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由冷酸明冠名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洗发面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佳 明天呢是周日了 周日的天气依旧是很好 如果想出门去秋游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不要忘了 如果忙了一天累了回到家 要收看我们的周日演唱会 因为呢明天我们将放送的是 王力宏火力全开演唱会 他可以说呢 他的歌曲大家都很熟悉 而且每一首呢 都会有你的青春回忆 那节目的最后呢 咱们就先来预热一下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咱们继续不见不散 拜拜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 尖叫 但怎么没有 大家只会献胸 不改变自己发生的有不同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 Lanana 我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你的风 改变相信 要一直努力 努力 永不放弃 才可以改变世界 让我们改变自己 Come on 緊張起床 轉頭有點痛 可能是氧化碳太多氧氣不夠 一點點改變 有很大的差別 你我的熱情也能改變世界 只能代表自己 沒有政治立場 其實這世界讓我看的十分緊張 要跳出自己 沒想到一點就能畫動眼睛 Everybody sing 新一代的朋友 大家一起大聲的說 啦啦啦啦啦 可以改變 世界一代